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是会不由自处 逼四处张望 原来早有个笑容 银刻在心上 站在你的身旁 有点害羞的缺氧 总是会稀奇古怪的胡思乱想 睡不着寒来覆去感受的几只羊 怎么会出现你的脸庞 阴雨天会为你说 一颗太阳挂在天上 就算连起嚣张 能看到你就看到阳光 心惶惶 怎么世界都变成你的模样 心惶上的发跳 因你的笑 又变得喧闹 想看你微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完全确定死者的真正死业 我确认出浅的时候没有这个红点啊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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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安静一眼就尸体 好不好移啊 好不好移啊 导演 那个 特别痒 怕痒 我看看 副导演 换人 换人 不用不用不用 我就是专业演尸体的 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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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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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啊 我个人觉得 现在换人确实是不妥 首先你别小看了这具尸体 来 他可是在月黑风高的 寂静语相当中 死于变态杀手的腹肌 所以他最后的表情 一定是惊恐僵硬于面部 绝望中夹杂着 与死网破的勇敢 那么这具尸体 表达得就非常地准确 一定是在仔细 传播过角色之后 流露出的最真挚的感情 所以很棒的 苏老师 我只是要一句尸体而已啊 没一个感情 没一个啊 来 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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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附近所有的群演 都被隔壁组抢走了 咱们组从上到下 包括送盒饭的 都死过一回了 咱就忍忍 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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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真正的表演 细腻的感情啊 对对对 苏老师说得对啊 好啊 反正下午审讯也会到 不过她那个替身要备好后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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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一沈小姐哪一个镜头 不想拍的话 她那个替身要跟上 您放心吧 我其实好了 放饭啊 来 放饭 苏老师 放饭啊 放饭了啊 我来吃饭 来吧 来吧 放饭了 起来吃饭 好 不用紧 谢谢苏老师 好啊 都忙了 吃饭啊 都忙了 快 吃到哪儿上了 走 走 我是一个演员 虽然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 我都在 打板 搬道具 化妆 以及 扮演死尸 我最擅长死不瞑目 流芳千古 一冲万年 舞蹈是我的爱好 表演是我的梦想 谢谢老师 同学 集系就位了 你再来一遍 同学 不要紧张 刚才不是表现得很好吗 放松 他是不是有病 怎么去做啊 这次大尸 怎么站这样啊 刚才不一样 对啊 机器太累了 什么呀 怎么算了 怎么搞的啊 好啊 镜头是宇正嘛 总有一天会治好的 今天怎么带了一副矿件 你对于你新眼镜呢 别提了 昨天演了一天死不瞑目 争了一天演 都发眼了 你最近怎么这么倒霉啊 只要有我在 幸运一定属于你 这个不紧不慢的人 叫杜若 我的骨灰级闺蜜 兼现任同居室友 杜若是一种花 花语是幸运 所以她一直自称 可以给所有人带来幸运 可是 是 杜若老师 是你吗 和她做朋友 要冒着生命危险 学会防御 即使物伤倒下去 也要找准地方 不是我要当面夸你吗 在咱们走 你演的死人 最像 最好 这张在夸来 有机会 你还不停 你还不停 把手势留在看 你还不停 好 有你这样的经纪人吗 简直是我债主 你 你是不是故意整我 嫌我开得快了 那别把之前 开得慢的那个司机给辞了 你说你 前前后后换了多少个 司机跟助理啊 人家剧新的剧 都体现在拿奖的数量上 你呢 体现在事儿多少 小震 你没事吧 书震 你被怪我们 把你带到这儿来了 这是书总的意思 想让你熟悉一下 这儿的环境 你说这没安全吗 我也没想到这么多人啊 不好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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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下 麻烦 麻烦 别挤啊 不好意思啊 好好好 别挤啊 别挤啊 一个一个来 沈学 一个学 一个学 是真的吗 方便坐一下吧 大家别挤啊 我们还有工作 让我们先进去好吗 好 谢谢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你帮我 接着沈学 沈学 那个大明星啊 你就去三号门门口 接到人呢 给我俩过来 大功告成 放心吧 保证晚上让我 别挤啊 别挤啊 大家 别挤啊 大师 随便 快唱啊 等一会儿再拍照好吗 好 对不起啊 谢谢跟我一下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啊 接回来啊 一会儿再拍照好吗 谢谢佩服 谢谢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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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小姐 你放心 这里很安全 你是谁啊 你是怎么跟来的 喂 颜导 小晓 接到没 我 我 你等我一会儿 我 我马上 我马上 你怎么一天到晚给我找事啊 我 我就是随便答一句 你那种回答就叫默认 你 你怎么一跟新元凌扯上关系 你就头脑发热 就说这部法医剧吧 就因为出品人是新元凌 一个电话打过来 你就答应他客串了啊 能有点矜持不 能有点身价不 小晓姐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就是想借这部戏 磨练我的眼睛 你是什么咖位啊 你是巨星 你是顶级的广告天后啊 那随便笑一笑在大荧幕里 你就受到广告商的青睐了 就算 就算你要磨练演技 我也会找 跟你一样咖位的男主角 这不需算什么 男一号是苏维白 无敌冷门的文艺片专业户啊 好 就算像你说的 男主角是无敌冷门的 文艺片专业户 但是 谁啊 苏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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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角色名周密 本名姓苏 名为白 就是那个又冷又偏 毫无含金量的文艺电影演员 苏 维白 我后面就有了 我看见了 苏维白 苏维白 我看见了苏维白 那我伤心的 各位 它是盛华未来三年重点打造的项目 这点我很有信心 有它在 足以吸引业内视线 以及各方面的资金争相投入 至于盛华集团的其他项目 比如并购VR集团 收购海外院线 预期收益的数字 盛华是很有自信的 因为我们盛华从不空谈理想 每一步都是要落实的 馨总 你看 片场停工的事情 不知道被谁给传了出去 还添油加醋的 说了很多 查一下这是哪家报馆的机程 好 来 调仔一点 一会儿呢 你站在这边 沈玄在那边 导演 沈玄老师 看起来咱们要拍的这场戏 以我个人的余见呢 我觉得这场戏 咱不必表演得太过繁琐 完全可以参照 格洛托夫斯级的表演学派 利用身体的知觉 来感受抉择的心理状态 这边呢 触发观众最深的情感 而达到神圣的同在感 您比如说这场戏 好 好 好 你说得都对 舒老师 你说得都对啊 小心 不是这样 咱们争取一条 不要问题 放心吧 好嘞 只要他们不帮我讲就行 加油 老师 没问题 好的 胳膊儿就去 来 补补妆吧 来 沈玄的妆怎么那么聋啊 导演 那是她自己补的 你怎么会让她自己补啊 导演 我们 怎么回事啊 其实呢 我觉得沈小姐的这个妆有点聋 不太符合戏中的这个人物 这个人物她 导演 这就没办法了 要不然 让后期调个颜色吧 我们家沈玄在镜头里 还是有形象要求的 而且 她身上那些广告商 也是怠慢不起的 可我是 导演 沈玄只是个客串而已 您就不用那么较真了吧 更好况 她只有两个小时时间 好 三 二 一 开始 除了侥幸出现的神秘红点 暂时没有其他异常 解剖已经排除死者 是因为外伤导致的死亡 准备做病理 病理 来 导演 不好意思 病理什么来着 提词啊 提词啊 程老师 是病理的切片 对对对 切片 再来 好 三 二 一 开始 解剖已经排除 死者是因为外伤导致死亡 准备做病理切片 可问题还是那个红点 我确定没有人进来过 身份不明 死因不明 这个问题好刺手啊 沈小姐 是棘手 那个字念棘不是刺 导演 这 这还不咔吗 咔 孙伟白 后期配音队不就行了吗 沈老师 我们这都是同期生 是专业的电影人 严厉 否定啊 好嘞 好嘞 梁王老师 咱们不研究了 咱们接一下 来 三二 一 开始 除了侥幸上出现的神秘红点 暂时没有其他异状 对 解剖已经排除 死者是因为外伤导致死亡 问题还是在于那个红点 死因不明 身份不明 这个问题好你接受 这 这个情况 孙老师 你没做好功课呀 我没做好功课 沈小姐 别看我这只是一场简单的戏 在这背后我可是付出了 大量的体力跟毅力去支撑的 从而达到一种放松的境界 再去做表演的东西 台词的东西 声音的训练 以及形体的训练 这些你都懂吗 咔 咔 凌卫表演艺术家 你们能不能冷战一点啊 我都要向老板交代的啊 严厉 抓摇呀 好嘞 前两位老师 我们再来一遍 的确 看来需要再做一次检查 咔 小姐 小姐 你怎么也呀 吓死我了 导演 别拍别拍 那是假实体 假的 假的啊 假的来的 我当然知道那是假的 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是那个鬼样子啊 沈小姐 现场就是这个情况 你得站在角色的角度去演戏 首先你得相信自己 我相信你个投诉为白 你说你是不是故意的 专业 沈小姐 请拿出你的专业态度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大家都是同行 应该互相包容才对吧 我不拍了 我不拍了 沈小姐 不好意思 那个 我们再来一条吧 再来一条 导儿 怎么弄 我怎么知道啊 还拍不拍了 不拍了 出事业吧 灯关了啊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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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别动别动别动 你躺好了 不然我装花了怎么办 行 走吧 我继续关了啊 好 关了 这回可不赖我 趁机先睡会儿也不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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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热 闭荣 对不起 我再死一次 谁在那儿啊 大爷 总之 那个大爷如果有什么好意证 我要你负责 你看着我干吗 我脸上有东西 还是我是外星人 手机给我 为什么呀 快点儿 电话号码我留了 微信也加了 别想消失 另外别再冒充书战 我真的 我真的是书战 你骗鬼呀 书战是大明星 他怎么可能趁我睡着的时候 等我醒来呢 你是不是他的替身演员啊 我警告你啊 替身演员也是有职业道德的 我等你醒来 是为了确认一件事 什么事 你能 你能 你能摸一下我吗 摸我的手背 或者握着我的手掌 都可以 变态啊你 后来呢 那位大爷怎么样了 没事吧 还好没事 不然我真的 吃饱兜着走 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 你又不顺 我又不顺 不过你沾着对方的口罩 那个人 到底是谁啊 我要是告诉你 你不要太激动了 我怎么会激动 你有看过我激动吗 你 对吗 孙震 我的家 孙震得我有这么美丽的男子 和外面的谣言见惑 完全不一样 杜如 如果我说 今天 跟我在一起的人是她 你信不信啊 我觉得吧 我也不信 小晴 你最近压力是不是太大了 但你知道你可以不用这么辛苦的 你不如打电话给你爸 告诉他 告诉他饭要一口一口地吃 你吃饭吧 我睡觉了 对了 小晴 如果啊 你真的压力大到产生幻觉的话 你可不可以换个人啊 是不是 书战 是我的爱的 是我的 你是谁啊 别再冒充书战了 我真的是书战 你能不能 摸一下 我这大变态 冒充迷信也就算了 你居然胆子这么大把电话号码发给我 也不知道 这电话号码能不能打通啊 他不会是想占我便宜 然后故意翻套路吧 他不会是想占我便宜 我的天 没想到书战他一个人出去这么长时间 算了 还好他没事 书战回来了 你一个人去哪儿了 没事吧你 书战 站住 书战 你怎么了 我可以说 你搅拾我 你没想到你 不要动 我可以说 你不会有什么事 你这是 小湛 你有必要这样提醒我们 你的不可触碰症 还没有治愈吗 我让你和沈寻 到剧组去熟悉环境 不是逼你 是让你习惯 习惯 是习惯人群 还是习惯帮您赚钱呢 你说什么 舒战 舒总是在为你着想 他在给你做长远的规划 你也知道 现在唱歌事业不景气 而且你唱歌的同时 也可以转型拍戏嘛 你就比如说 那个盛华的大电影 他 我的身体情况怎么样 你们不是不清楚 你身体什么情况 爸爸最清楚 就连埃尔斯教授都说了 你的病可以好了 你还要逃避到什么时候 让你吃药你不吃 让你复查你又不去 小湛 你让爸爸怎么想 当年的事情 是个意外 它只是个意外 任何人都有资格说那是个意外 是个意外 但我没有 对不对 你的嘴唇 像樱桃一样由人 你的嘴唇像樱桃一样诱人 情绪不对 安哥 你的声音要配得再饱满一点 首先你的台词就得表达出诱人的感觉 要在语调上就得散发出词形 好的 你的嘴唇像樱桃一样诱人 很难吗 词太恶心了 走吧 这样 你把眼睛闭上 你现在开始想象 想象有个美女 在你家浴室刚洗完澡 从你的浴室走了出来 身上还散发着温润的水汽 它突然扑了过来 这个时候 你注视着她的嘴唇 她的嘴唇 恰好也读着我们这个牌子的唇膏 那么甜 那么美 这个时候 你只想对她说 你的嘴唇 像樱桃一样诱人 叶玲 你去啊 季晓晓 你去 我去 季晓晓 我告诉你哪儿也不许去 你在这儿给我等着你听见没有 好 拜拜 季晓晓 你给我站住 我疯了吧我 我才不会站住呢 还有啊 小张 我跟你说 电梯这种交通工具 偶尔做一下是可以的 但是平时还是要多走路 你知道吗 对不起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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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吧 我去吧 蘇蘇蘇 蘇蘇蘇你没事吧 没事吧 你给我站呗 我站呗 站呗 对不起 我送你去医院 还是 还是我帮你扔扔 不用不用 笑笑不及 笑笑不及 季晓晓 季晓晓 你是不是又给我闯祸了你 医药费他牌 他是我男朋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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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你你 你陪我 你陪我 你哪个目的你 你别走啊 哥们儿 刚刚有没有看到一个穿古装的女孩儿 那边 好 谢了 好 大恩不言谢 吴先走了 第四条的优惠报价 全部都要开 好 没问题 你想让我拖多光 我就可以拖多光 好 保证人生任务 嗯 再见 太好了 你继续 叶玲你是不是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的 没事 叶玲 你要找的那个女孩儿 现在就在厅厅场 好 我告诉你 救命啊 非礼啊 非礼啊 你 好 好 喂 你好 是不是那个罪魁祸双啊 我告诉你啊 你休想跑 你跑到河站也跑不了没有 嗯 听什么呀 你怎么在这儿 又不瞧我们进去房间 书长 这次的助理面试 连书总都亲自参加了 而且各项条件都很符合要求 你怎么着啊 你是觉得哪儿不满意啊 真不愧是小爷姐啊 一眼就看出我不满意 说好听的没用 说重点 他把我的蓝白拖鞋给换掉了 这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到 可能他觉得你那个拖鞋旧了 就给你扔了吧 再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啊 对我来说是大事啊 好好好 他的错 他的错 我让他把你那个拖鞋给找回来 行不行啊 但是你先让他试用一下行不行 关键你下午还得拍MV 你总得有人照顾你吧 不需要 你别太苛求了好不好 你那病害 我们走吧 我们走吧 不是 我不是装神弄鬼 我是装尸体 我也不是装尸体 我就是尸 我同伙来 我同伙来 我怎么可能有同伙呢 我去开门 你 你 你朋友干吗 你别乱来啊 走走走 好 两位大哥啊 多谢你们出手相叫 我就不送了 好吗 你们带我去哪儿 救命 你们要是想劫财的话 我没有你们有钱 要是想劫色呢 你们可以找更好的女人 对不对 干吗要抓我 喂喂喂喂喂 喂 别怕 是我 这下你总该知道我是书站了吧 大哥英明 我不是什么大哥 对对对 你不是什么大哥 你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嘛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啊 你 你等一下 你等我几个钟 小姐 好 你看 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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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也可以 你 你是不是安恋我很久了 没关系的 你不是赔了那个 值班老人钱了吗 是不是 你的心意我领了 小姑娘 你有没有时间吃饭啊 我想请你吃个饭 你肯定有时间吗 我 我不是什么小姑娘 我也没 那个 你还别说 你长得真挺像书站的 你是不是崇拜他 照着他整的呀 你别说啊 表情啊和五官都挺自然的 继续保持啊 小姐 你看到没有 我真的碰到他手了 我继续碰到他了对不对 你干吗 你离我远点啊 太不可思议了吧 对不对 放心 姐一定帮你搞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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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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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